黃小姐眼眶泛紅 說到自己的百萬名車 就滿腹委屈 明明車子還停在家裡 現在卻變成別人的 我直接去警察局說 我要備案 結果因為備案者是我 可是變成事發也是我 他們也不曉得該怎麼處理 他們只跟我講說 你這個也沒辦法備案 也沒辦法報警 104年4月 104年4月 買的嘛 台南的車行證實 黃小姐是在2014年買車 查核資料發現 黃小姐今年8月行照被偷捕發 當月7號車子就被過戶 她完完全全都不知情 E-Tech簡訊給她說 監理車主已變更 E-Tech賬戶已無法扣款 黃小姐前往城辦的 屏東監理站查詢 由於當時車主沒有出現 代辦人攜帶原車主雙證件 新車主雙證件 以及代辦人自己的身份證 總共五張證件就辦完車輛過戶 監理站表示初步查核原車主雙證件都沒有問題依法辦理 但照片和車主本人根本不是同一個 這讓黃小姐相當不滿痛批 辦理過程實在太過草率 百萬名車不明不白變成別人的 黃小姐根本不敢再開 已經提告公路局也承諾調查疏失 記者林安平SG小組綜合報導